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最常用的这三个网声系统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大学申请具体都有哪些步骤 那么首先给大家看的这个呢 是我们团队大概使用的一个流程图 可能字有点小不方便看 那我这里也稍微的给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 就是首先那针对我们每一个来的学生 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profile building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学生进行一个全面综合的了解 并且会通过这个了解 然后来对学生的profile进行一个整体全面的评估 从学术标画到课外活动到个人的背景 整体这样的话基本上我们对学生就有一个 非常清晰的一个认识 大概他的定位在哪里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评估 当然就是下一步 首先我们是要看一下学生 比如说如果是11年级 如果是早一点的话 那个是空间比较大的 那么如果是针对11年级加入学生 我们还是会想象比如说有哪些地方还可以在 只要有时间的情况下 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 进一步的完善的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12年级也不是说大家就什么都不做了 对吧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 那下一个就是我们要制定一个详细的一个时间表 一个时间流程就让大家知道到底到每一步应该做什么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才可以让学生在申请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条部分 才知道就是自己到底是才是朝哪个方向的前进 这个是第二个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对学生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专业的定位 然后包括会讲到说 那怎么样来收集文书的素材 然后包括学生的角度 还是家长角度来收集素材 然后完了之后 就是还有一个需要和学生讨论 比如说这个推荐信啊 比如说接下来的一些标划的准备啊 考试的时间呀 或者说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可能十二年级的选课还需不需要调整啊 那么这些就是基本上这些完成了之后呢 当然就是说进入到这个申请里面 一个就是选校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然后根据就是同学生的选校 然后就会就会讲到说 那么针对每一个学校的这个专业的问题 然后所有的这些基本上确定了之后 然后我们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就活动列表的 活动列表的描述啊 那么again就是说申请不是仅仅是写文书而已 就你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需要精打细磨的 而且是需要匹配的 所以一个活动的描述完了之后就是文书 那么文书也是有很多步骤 包括你要从选材 从选材从定位到内容的确定 然后到具体写的过程当中的修改 然后包括我们整个团队的团审 然后这个文书 文书差不多了之后 那么我们要就是每个学校 它的这些申请材料 还要涉及到一些申请材料的寄送 包括老师推荐信有没有完成 包括就说这个截止日期 可能它是你是截止日期之前 递出就好了 还说截止日期之前要收到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 那么这个完了之后 那么针对有艺术或者音乐特长的学生 那你要不要提交作品级 那针对一些私立学校 或者说是一些文理学院 鼓励学生面试的 那我们要是不要准备面试 对吧 那这些完成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工作 在截止日期之前 保持保量的提交 然后完了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跟进 一些follow up 直到拿到录取结果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 那么到底这个 整个大学申请的工作量 有多少呢 这里的话呢 就是也给大家一个 这个是 就是曾经有个学生跟我描述的 就是他觉得 整个这个大学申请的 这一套工作下来的话 你可以相当于就是说 你可以把它看成 额外的一门 AP课程的一个工作量 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呢 那这里给大家就是 大概列举了一些 我们常申请学校的 一些文书体 这些是 就是仅仅是文书的部分 那么UC我们刚刚有说到 是文书部分是 四篇 每篇350字 活动描述 这里大概还能写个 1000到2000字 然后还有Additional Info 这里还有500字 那么南加州大学 除了就是说 Cominap的那650字 还有两篇250字的小文书 然后如果是申请 南加州工程学院 那么还有额外的 两篇250字的小文书 然后从去年 南加州针对这个 申请文力学院的学生 又增加了一篇 额外的250字的文书 那么除了这之外 还有12个简答题 然后斯坦福是 除了Cominap的 这个主文书之外 有5篇50字的 这个简答 然后还有 三篇250字的文书 MIT除了Cominap 是有三篇250字 三篇100字 CMU卡奈基梅隆 是除了Cominap之外 还有三篇300字 OK 那么 这样的一个量 那可能大家就是说 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是完全不同的题目吗 那我这里也会告诉大家 并不是完全不同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肯定有一些题目 是比较类似的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们鼓励学生在努力的同时 也是要使巧劲 那么有些文书 是不是可以借鉴 但是就说 绝对不是说 这所有的都是重叠的 那我们在之前 应该是两周以前 有一期讲座 就讲到了这个 大学的奇葩的文书题目 那么如果没有 听这一期讲座的 这个同学们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 大学除了一些 常规的题目之外 它经常会有一些 奇葩的题目 其实完全是 其他的学校 是不适用的 那这个就是每个学校 它都有一些 自己独特的一些题目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 很多学校 尤其是私立学校 它都有一个 让我们觉得 就是很多同学 比较头疼了一个 Why us 就是为什么要申请 我们学校 这样的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 比较tricky 就是说 可能看起来 所有学校都有 这同样的题目 那我们是不是就 写一篇 然后就套就完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说 就是说这一篇 Why us 这一篇小文书 你发现 可以从这个学校 又套到另外一个学校的话 那么 sorry 只能证明说 你这篇文书 是非常的generic 是非常的 就是没有特色的 所以基本上 就是说 有多少篇 Why us的小文书 那么 你就要写 多少篇文书 基本上是这样的 一个工作量 好 那么除了这个工作量之外 我觉得就是 整个这个大学申请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方面 就是申请的一个时间线 和截止日期 那么我这里为大家 大概总结了一下 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和就是 一定不能错过的 截止日期有哪些 首先是一个 就是申请的截止日期 那么申请的截止日期 这个是每一个学校 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段 但是就是 每一个学校 有些学校 它可能 是12月1号 有的可能是12月2号 有的可能是1月5号 1月7号 这个确实是 每一个学校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 具体的要根据学校去看 那么大概呢 有这么几个 我们要注意的 一个就是申请什么时候开放 对吧 那开放了 我们就可以去填了 那么早生 如果有早生的学校 那早生学校的截止日期 是什么时候 那么常规是 录取的学校的截止日期 是什么时候 那如果我有作品集提交 作品集的截止日期 是什么时候 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就是 有作品集的学生 我举斯坦福为例吧 就是斯坦福大学的 这个作品集的截止日期 比他的申请截止日期 要提早两个星期 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不了解 不熟悉的话 等我们提交了申请 然后说来提交 做品集的时候 不好意思 已经错过了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如果需要 就是想要安排 面试的同学 那么面试的开放日期 和截止日期 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一些学校的面试 是在你提交申请之前 有的学校的面试 是你在提交申请之后 而且就说这个申请 他的就是这个面试的 他的这个报名 是fill的非常快的 所以等你反应过来 想要准备面试的时候 可能都已经被人约满了 你就没有位置了 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是申请方面的截止日期 那么除了申请之外 当然就是一个标划考试 那我们也都知道 就是说今年因为 这个疫情的缘故 这个标划考试也是 变得非常的不稳定 我知道就前面基本上 好几个月都是 不停的在被cancel 所以那么也可想而知 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 的这个考位是非常抢手的 因为很多学生 都不断的在delay delay 对吧 都在往后面报 所以这个报名 开放的日期 就非常重要了 对吧 什么时候开放 那等到快考试了 才去报可能发现 没有考位了 已经报满了 然后就是每一期考试的 报名截止日期 是什么时候 这个千万不要错过 另外就是考试的日期 这个是一定要做进 自己的calendar的 好 那么除了标划之外 当然还有这个 financial aid financial aid application 它的日期 当然也是每一个学校 五花八门的 是应学校而已 那么总体来说的话 就是申请这个 need based financial aid 通常来讲的话 就是你需要提交 要么就是提交FAFSA 那么私立学校呢 通常来讲 除了FAFSA之外 还有CSS profile 那么这两个 就是申请的一个 开放时间 和这个截止时间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不能错过的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什么呢 这个学校就是指的 同学们自己高中的 截止日期 那么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首先一个 就是说 学校的counselor 是会给 就是每一个 学生写推荐信的 不管是公立学校 还是私立学校 就是都会有 这么一步要走 那么因为老师 就是这个counselor 要给同学写推荐信 那么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首先学校要知道 就是你的高中要知道 你都要申请哪些学校 那么所以就说 你的高中 会给你的这个选校 确认会有一个 截止日期的 就是你必须在什么时候 之前你要把你 所有的这个 要申请的学校 要确定了 这个时间是需要留意 早生的是一批 常规录取的是一批 完了之后 这个senior profile 就是我刚刚说的 给你的counselor 要准备的这个材料 那么什么时候 之前要提交 我之前也有学生 要提交了 然后才赶紧来 匆匆忙忙的写两下 然后就就提交了 就觉得这个是给学校的东西 没有那么重要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尤其是针对 公立学校的学生 一个counselor对几百个同学 他能知道你谁是谁吗 他可能连你的名字 可能这四年来都没有 跟你说过几句话 那他怎么来帮你写推荐信 所以你提供给他的信息 就非常重要 你基本上提供多少 他就写多少 你提供什么 他就写什么 这就是最好的情况 所以这一点 就是非常的重要 当然除了counselor之外 还有就是 你的老师的推荐信 对吧 老师的推荐信来讲的话 通常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要找老师要 那有的老师 他是就是 有一个这个 报名的一个sign up sheet sign up满了 老师就不接受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当然就说 还有你要和这个counselor 也学校的counselor 是有meeting的 就是他要和你过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 不要忘记sign up 以及就是什么时候去 所以整个这个 就是大学申请吧 我觉得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就是他的挑战性 到底在哪里 首先我觉得是 其实他整个过程当中 是有很多矛盾之处的 首先一个矛盾 就是他是一个 一方面需要这种 发散型的 这个一个创意写作的 一个过程 这个是针对文书的部分 就是你需要 很多的brainstorm 很多的idea 而且就是是一个 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又是一个要求非常严谨的 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过程 就是其实整个就是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对吧 就是你的 他是一个非常的就是 task driven task oriented 就我做完一件事情 下一件事情 做完一件事情 下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说 那么你这每一件事情 怎么样来安排 先后持续什么时间做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两个就是说 真的是很矛盾 就是可能 有的时候 我偏创意 那么我可能 时间管理上面 我就不是那么的严谨 那么有的我是 特别严谨 特别讲究效率 但是可能 我在写作过程当中 就创意不足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大学申请的一个难点 那么第二个难点 当然就是你的质量和时间 怎么样来balance的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文书的质量 对吧 是一个精打细磨的一个过程 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咱们的时间 又是有限的 你又不能无限的去 不停的写 不停的写 一个字 一个字的call 对吧 那我前面花很多时间 我后面的文书怎么办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难度 就是你怎么样来 把握这个平衡 当然最后就是说 还有一个 就是怎么去 把握这个整体度和细节 就是你的这个 对吧 申请整个 不是说是一个写作比赛 你整体的一个定位 如何去考虑 那么当然呢 它也要有非常有细节的地方 比如说 我听过的最多的 大学的complain 就是学生在他的作文里面 给A大学的这个申请文书里面 出现了B大学的名字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 这个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但是实际上 针对招 就是对招生官来说 这个是实有发生的问题 所以这个 那出现了这种错误 就一定是秒据了 没有其他的 可商量的余地 所以是一个 非常讲究细节的 一定要仔细的一个步骤 所以就是说 其实它本身是一个 非常有冲突性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我怎么样来平衡 怎么样来 双重的来把握 这是一个 非常讲究的一个技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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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